這個藥我們比較有趣的是 桃尾爾是多效的 它可以防止這個新冠病毒的入侵 那這個是在動物實驗跟新發生的特殊 大術性應該是AI的關鍵 那我們就從SARS的大量資料去推 這個新冠病毒的藥物 我們大概從去年的二頁 就開始進行這樣的一個計劃 這個數十萬個裡面或者ABS的證益庫裡面 有一些相似的看法 它就會跟這個國際在當地的相似的位置上 我們應該有一個國際級的團隊 我們自己號稱 它整個智慧計算、細發跟動物實驗 那我們有一個智慧動態系統生物的平台 其實它三個月內已經把這個 交流發現一堆印證都做好了 藍的是機制 所以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在做機制 所以發表了這兩篇的論文 那JF206是剛才的重點中 重點就是它應該既有創新跟領法價值 剛才可以看到西班跟動物實驗 應該是有強度準備的 它是鬥共效的 抑制新冠病毒的入侵 複製跟降低 那個連擊紅包 那這個是老鼠的 恢復的含量 病毒的含量 JF206也可以帶我跟下降它 大速技應該是AI的關鍵 讓我們實驗室花了很長的時間段 後面是哪一些藥物 對哪一些蛋白子有影響 這些蛋白子是不是跟疾病有關 那我們就從SARS的大量資料去推 這個新冠病毒的藥物 動物實驗就是 7年的12月才剛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天數 這是體重 那瑞德希維在這裡 那JF206就這裡 你看它的毒性比較低 這個藥我們比較有趣的是 它會有多效的 它可以防止這個 新冠病毒的入侵 那這個是在動物實驗 它可以防止這個 新冠病毒的複製 讓它沒有辦法 再感染其他的細胞 那第三個 我們一般來講 感染之後 會有那個SIDOFICE 就是不會很不舒服 一直發燒 然後它也會降低 所以它應該是 前九時候會發現 同時有這三個功能 它在 所以 動物實驗上面是 由那個 我們千國唯一的 P4實驗室 就是 國防疫的實驗室做的 P4實驗室 P4實驗室 P4實驗室